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 教师传授学问 律师和解纠纷 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 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 耶 黑阳光与我晒跑 红绿和我狂飘 我仍想往自己打造 自己的梦永远比肩高 一个心为希望在跳跃 在这一片都是我 光荣的激发 你好 我是朱长老 我们在谈向上管理的时候 我就很不自主地就想到 我很喜欢的一本书 就是圣经 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 有很多人也许 并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把这故事的内容 稍微描述一下 我相信大家就能够知道 这个向上管理 从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可以学到 相当多的经验 这个故事是在旧约里面 圣经有一本书叫做《戴衣礼书》 那戴衣礼呢 他是一个年轻人 在耶路撒冷犹太人 那当时的背景呢 是巴比伦王的尼布加尼萨 他攻克了耶路撒冷以后 他把城围困了以后 占据了那个城 他就吩咐他的太监长 也就是亚斯比拿 那这个太监长呢 从以色列的年轻人里面 选出一批的年轻人 是相貌很俊美 身体很健康 能够在皇宫里面 来服侍皇宫里的王 并且呢 他会教他们各种 迦勒底的一些文字和言语 以及文化 那在这个训练的过程里面 王呢 就派定这些太监 会将他自己所用的食物和酒 来给这些年轻人 让他们来吃 这样子的话 训练他们三年的时间 叫三年以后 让他们能够来到王的面前 来服侍王 那中间就有 但伊里这位智慧的年轻人 还有哈拉尼亚 是他的同伴 还有弥撒利 还有亚撒利亚 这四位 然后呢 他们来到皇宫以后 他们就碰到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但伊里呢 是犹太人 他立志呢 不愿意去吃王的这个菜 和王所饮的酒 因为这些是外邦人的饭和酒 因为外邦人的饭和酒 他们当时的情况 他们都是用这些东西 来敬拜他们自己的外邦人的神 所以但伊里呢 他就决定不要吃这些东西 但是他不吃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就碰到一个问题 因为太监长是顺着王的命令 他必须要为他们这些饭食的时候 那他怎么办呢 这个太监长就告诉他说 我很惧怕我的主我的王 因为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 倘若你们见他的面貌 比起你们同岁的少年人 激瘦的话 这的话就出了问题了 所以但伊里呢 就跟他的太监长来影响他 这太监长就等于是他的老板 来影响他 告诉他说 这样吧 你可不可以试的 给我们这四位十天的时间 让我们吃素 喝白水 如果我们的面貌 和我们的精神 和其他的那些年轻人 是一样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的继续做下去 那这个经文故事就记在这个地方 那我就在想说 你看看 这个但伊里的故事里面告诉我 但伊里书的第一章第八节 他就讲说 但伊里却立志 不以王的善和王的酒 来玷污自己 所以我们就知道 很多事情做事情 第一个取决于他做事情的方式 是他的心态 那但伊里很清楚地知道 他要做什么事情 那我们来猜想 也许在圣经的故事里面 并没有很明白的诉说 但是我们来猜想 这个太监长 愿意来听但伊里的建议 我们相信 太监长对但伊里的印象 是相当的不错 所以告诉我们 在那段他们相处的时间 但伊里是已经给了 太监长有相当好的印象 所以他可以听他的建议 否则的话 太监长可以很荣誉地 很快地拒绝 但伊里的要求 但是这个太监长 并没有如此做 而顺从了 但伊里的要求 让他十天的时间 来吃树 吃自己 所有的食物的时候 这样子喝白水 但是十天以后 他的精神 他的面貌 绝对不差于 其他的年轻人 我们就可以知道 但伊里 他是用影响力 来改变太监长 对他们所发的命令 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 我常常觉得 是一个 我们常常可以学到的 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经验 我们知道 我们必须要学会 如何来影响我们的老板 其实在圣经里面 还有其他几张 很简短的经文 我可以跟大家念的 在圣言里面说到 公义的嘴 为王所喜悦 说政治的话 为王所喜爱 是真言十六章十三节 还有传道书的 第十章第四节 掌权者的心 若向你发怒 不要离开你的本位 因为柔和能免大过 传道书十章四节里面 讲的这句话 非常的有智慧 因为很多的人 当他跟他的老板 发生了冲突 发生了问题以后 他们第一个反应 就是躲避 躲避是最糟糕的一个方式 我们应该有像传道书的智慧 我们能够面对我们中间的冲突 我们来化解我们的冲突 才是一个现代智慧人 能够做对的事情 生命在于运动 生惯在于活动 朋友在于走动 资金在于流动 致富在于劳动 发财在于脑洞 听绝妙当家 让你的脸部抽动 肩膀怂动 肤部抖动 忧愁烦恼 不再动 是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